那么电玩展这回可以说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那么也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游戏界的业者都来到现场 大老板们说他们要砸10亿台币 要培育未来台湾的游戏人才 身材火辣 Showgirl 纽腰摆同为2014台北电玩展拉开序幕 国内外业者总共50家900个摊位 共同展出规模比去年还要多六成 预计可吸引超过30万人参加 渴望带动国内游戏产业上百亿元的商机 整个游戏市场在全球 其实都是每年都是10%以上20%的速度在成长 整体的市场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成长的 华裔董事长对整个游戏产业很有信心 面对台湾游戏局的董事长也硬生看好 特别是手机游戏 市场从去年前年开始就已经转成 以手机为主要成长的一个趋势 营收成长 用户成长方面都呈现一个 进入一个相当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游戏产业寒热 游戏股也跟着嗨 从去年11月低点以来致贯涨幅40% 游戏局子涨幅23% 乐生涨幅也有25% 游戏市场越做越大 不想像科技业陷入人才荒 电玩大佬们齐聚一堂 立刻大手笔寄出1.5亿元 要打造游戏产业的车库咖啡 吸引创业者培育台湾的年轻人才 三星文文成大小以太北报道